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没有 北京我也没听说 台湾在搞同性恋游行 而与此同时 最近人家就说国内好几个话题 都是跟男人骚扰女人有关系 你比如说咱们可以看看 有这么几个图片 我给你们看看 第一个 北外的据说有一个教授 他这个公开宣称 已经被学校方面好像已经处理他了 在北京宣称就说 我面试阅人无数 绝大部分是女生 除了看考试内容 看女性男女标准不同 男性的喜好也不同 有人一看胸 二看脸 三看屁股 四看腿 除了一进一出 看到全貌之外 一旦坐定 就主要是考察前两项了 这就是受到各方谴责 口不责疑 你看这个 就是这又是一个航空公司 招这个空警 还是招什么人 结果就发生了这种 说你看你要需要进海航 保证你进海航 但是需要你付出一些东西 你可以吗 然后这个女孩说 是钱吗 这哥们说 如果是人呢 老师在试探我吧 然后这个 我是一个什么挺要强的人 我还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 就老师 好姑娘继续努力 结果被人家戒呼 就来了 天哪 谁调戏谁呢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比较恶劣 这爹妈呀 也真是够荤的 花16万 请一个数学老师 给自己17岁的女儿 补习一年 这女儿一年内呢 多次跟爸爸妈妈 就说要换老师 要换老师 爸爸妈妈也不理 以为是女儿 不爱学习 结果最后 终于同意 在家里安装拍摄设备 终于拍到了这个男老师啊 一边补习 一边跟这个女孩 这个这个性侵 甚至据这个女孩投诉说 她曾经被强奸 当然现在你不知道 过了很长时间 当时没有保留证据的话 你能不能认定 她是强奸 可是有点奇怪 她17岁嘛 她不是说 今天78岁 就不敢讲 要说我要换老师 17岁应该早就说 自己自己报警 都不用跟爸妈讲 有的还是觉得 这种事情很羞耻 说不出口 有的有些家庭是这样 对压力 或者有些家长 就是昏昏然啊 这个女儿就说 比如说动手动脚 家长可能不相信 就说 哪儿不可能 她是你们 这么多年的老师了 怎么会是这样 是你不想好好学吧 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个家长 也真是太大头瞎了 没有 她还是17岁嘛 那应该就自己报警 像我香港 那个知道 那个 像我有个女儿 我自己天天 就在门缝里盯着了 那我说香港 地下铁 地下铁 不晓得为什么 今两年的 那个什么 那个 飞你案 特多 特多 对 后来我看到一个 报道 访问一个女的 就说她被飞你 在地铁 为什么不敢 大喊呢 就是 这很简单 除了说会有压力 我就是觉得 难以迟迟以外 另外就是 原来很简单 她说赶时间 我那个大喊 要报警了 又赶时间了 我不晓得 她有多少的代表性 时间就是金钱了 我又喊了 非你了 然后马上就要等 等警察来回去 入口供 可能做个三小时 之后还要去什么 还要去上法院 什么什么 我觉得真 真真 就像 对啊 这说回来 最让我惊讶的是 就刚才说 那个北外的那个老师 当然后来也 那个学校也说 他不是正儿八经的 那个教授 什么时候就已经掉开 那个岗位了 但是关键是 他这段话说了以后 底下 一开始还有人说 他真性情 说他只不过 说了一些大实话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这些原来 不道德的东西 放到台面上以后 因为是互联网时代 你什么反应 他都会有嘛 你像川普说那些话 有人说 这是真汉子啊 这有什么 以前翻不到 台面上来讲的话 现在翻上来 都有人帮你喝彩 我有一次在香港 我打一个那个地势嘛 那个司机就是在美国大选前 他就跟我说 他是美国公民 他要说要投 他要投票给川普 然后呢 他那时候刚好 那个川普刚出 那个跟一时对话 那个我就问他 那你怎么看 他对女的 就太太太 太侮辱性的话了 那个出作司机说 他就不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样 我看不起女人 这有啥 但是这个事啊 我我现在觉得 你看又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叫全世界的直男癌 联合起来了 就是你讲的这个 就是说川普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但是呢 川普也在享受性别红利 就是没人说 他其实妇女是对的 可是大家就觉得 那别的事情更重要 所以选他当总统嘛 那么你看 他尽管说是这个 也道歉了 也说了 这个妇女也游行了 可他不是 还是站在高亮处吗 不是别的他不重要 而是恰恰因为这个 甚至有人觉得 他有男子气概 你像那几个民粹主义者 像普京天天脱光了 上半身之类的 不都要显示男子气概吗 菲律宾那个也是 我觉得显示男子气概没问题 但不要打击女子气概 你打击女子气概 才能凸显男人呢 这个理儿呢 我要显示秀秀我的肌肉 就打击了女人吗 不是 你看那不是 我不是说光秀肌肉 他有一套理论吗 他对女人的那种言论 你像菲律宾原来 那个总统 他以前当市长的时候 出过一次强奸案 有一个外国女的在那 就在他们那个市里面 被强奸了 他居然说我看电视的时候 他说我被轮件 然后他说我看电视 看到那个女的 我就想 哎呀他真漂亮 应该让市长先上 他就是固然这样讲 很多人为他叫好啊 你这么说 你们心里都有一个 没有 让市长 所以当官还是好 让市长先上 可是说回 我们那个事情说 他出言不逊 很多羞辱性的话 因为有些右派阵营 替他辩护 有一句话真的 马上就把民主党的人KO 就说 他是出言不逊 克林顿呢 动手动脚 一个是可能毛手毛脚 一个是动手动脚 还真的性骚扰 我说有种种的雪茄 那个群子等等 那你们为什么不 为什么之后来呢 克林顿下台之后票选 克林顿还被选为 美国历史上十位 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好像排第三还是第四 对 所以这个说回 特朗普那个 佩服他 不一定是佩服他 讲那些话的内容 因为New York Times 很多评论文章就说 这是一个文化战争 就是说过去十多年来 那个政治正确主义 受尽 发挥了他们压迫力 好多人就觉得 我这个不能说 那个不能说 那个我完全没有说 真感情的权利 然后就从这个基点出来 来反扑 就算他不同意 特朗普所说的话 可是就佩服他说 好啊 也不能用佩服两个字 好啊 我就借用特朗普 来替我争取 我喜欢什么就什么 甚至说讲一些 很攻击性的话 我讨厌黑鬼 我要说黑鬼 你也可以叫我白人 白S 白鬼 白鬼什么 为什么有历史记忆在里面 所以我自己都不算一个什么女权主义者 我都不认为我是 但是我常常觉得这种普遍性的女权的情绪是被激发的 有时候是你碰到直男癌那种情绪才会出来 其实女人吧 你稍微给一点安慰 大家就是都挺容易对付的 不是说对付 你像克林顿那个事情 我看到过一个最好的一个分析 他就说他当时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他不是找了一个女的去 他那个时候做是阿肯色州 是那个什么州长还是什么 他把那个女的叫到一个宾馆 然后就特别 而且那个女的是后来第一个去揭发他的 所以他特别着急 你进了宾馆就开始这样那样 说他当时如果在房间里点一份沙拉给这个女的 请他洗一个这个热水澡 那个女的之后就不会去告发他 你明白吗 说他没有把女人安慰好 我觉得你这个话 要是华盛顿游行的那帮女的在菜 对吧 他在他们看来 你这是明显的直男癌人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美国人写的 那个人写了本书 他就叫做要男人干嘛 他就告诉男人 其实你们对女人应该怎么样 给他好处呗 尊重尊重尊重 这个是尊重的意思 一份沙拉就是尊重 对吧 他不只还死 你不能直说 但你不给就是不尊重 就是说 买完直接上床的 怎么也得先吃顿饭吗 这叫尊重吗 不是 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说 你看我曾经也反省 我就是 我是觉得家辉好像历史大潮啊 一直在变化 这个假如女性也是一个阶级的话 你发现没有 这个阶级斗争啊 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历史上 奴隶和奴隶主 男性和女性 这个一直在黑人白人 你看都有一天黑人当总统啊 对吧 这个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而我觉得啊 我们得看着风头 看着风向 比如说我现在慢慢看出来了 这直男癌得收一收了 就是说 但是我 我曾经自己反思我自己啊 我就是说 我不是直男癌 我是有点直男言 但是我现在再进一步反思我自己啊 我觉得我直男言也不是 其实呢 我就是个自私的人 怎么讲 就你明白吗 就其实是自私啊 希望女人对自己奉献多一些 自己索取多一些 付出少一些 我觉得很多时候觉得啊 说好像女性为男人做什么事理所当然 其实骨子里 我现在觉得解剖到最后 不就是自我中心吗 就自私吗 何止说别的 别的性别是为我服务的 那你有些那个当老板的 我认为他自我中心 到一降工程万古枯 你们全国人民都是为我服务的 对吧 你们就像古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皇帝 你像是乾隆还是康熙啊 故宫里不是有一个对联吗 他在那还说呢 什么呢 起为天下什么 奉以仁 就是说 好皇帝的标准 就是说 是我一个人为天下人服务 怎么可能是天下人都为我服务 其实不就是天下人为你服务吗 你 我觉得是有时候是他 某一类人 他所有的优势 在这个社会上的优势被拨完了以后 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特别多的东西 能够支撑他的心理优势 就是心理优势 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个这个男权 我说我在那个台湾 我碰到另外一个楚泽司机 他讲那个蔡英文 他说他挺好啊 很厉害 他说我知道他很厉害 我我的中学同学 我们再就会 女的都比男的好啊 我知道他们很聪明 可是我告诉你 我就不投他 我就不舒服一个女的坐在那里 他怎么可以坐得比我高 他最后就剩下了那一点 骄傲感吗 这我倒没有 你女的爱当什么都行 女的当领导 一般对我都不错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你看就说 在这个游行的图片中可以看到 也有中国女性在队伍中打出直男挨川普的标语 然后这人说是的 在对待女性这个层面上 特朗普很像中国男人 那些位高权重 有钱有权的中国男人 她的金币辉煌的恶趣味 粗鄙而不容置疑的语言方式 都颇有父权制社会家长的风范 把女性视为有物 口无遮拦天花乱坠 无数的细节都显示 她是个不遮不扣的男权主义者 没有这个 怎么说了 光说直男矮这三个字 其实男人们也可以抗议 为什么我有某一种思想行为 诈局观 行为实惯 那就是啊 那干嘛 你可以叫我直男 fine 你为什么要叫我做直男癌 直男言 就是直到一定的程度 直男是另外一个意思 直男是相对同性恋来说的 为什么要后面加上癌 就是病入膏肓的意思 为什么要 nabel 贴了病的标签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其实跟女权运动啊 在整个过程里面的 语言的战争是一样的 比方说举个最简单最近的例子嘛 这几年的圣女 我单身怎么样了 为什么你用圣 圣下来的 没有 对 对不对 圣女 为什么呢 这光是语言这个标签 有没有 可是女性主义运动 是个理所当然的嘛 为了人的权力解放 那结果呢 他们可以在种种来反对 来争取他们语言上面的 不要被辞职 那男人一直以来在制度上面 的确受到保障 比较占便宜 占优势 那有些地方就挨打了 被打了 也没人讲话 不敢讲话 不然的话假如从性别语言战争来说 直男癌其实是 倒过来是对男性 一种的攻击 其实对上男的很多方面 攻击女人一样 当然其实都说到最后 我们阵营里有人说话 都说到最后 当然就是为了人的解放 我经常说 当然不是我发明的 要做一个舒服的男人 我说一个人 你一定要支持妇女运动 因为当把妇女解放之后 争取了他们该有的权利跟权 right and capacity 权利跟权利 利益的利 以后男人才能 没有那个burden 没有那个负担 对不对 不用你刚说什么 很多很多 你是自私的人 又人家私后你 别忘记 那两个人的关系 动态里面 男的也有很多责任 男的也有很多责任 我再举个香港的例子 好不好 最近在香港讨论一个事情 关于退休福利的问题 政府给你多少钱等等等等 然后来就讨论到 有一个政策 叫做签了衰 很衰 衰宅子 衰宅子 什么意思呢 衰宅子 比方说就是说 我要供养我父母 每个月付钱 那可是我供养了他 他就拿不到政府的某一些福利 他要拿到那些福利 要干什么呢 要我去政府那边签一份文件 那文件就说什么 放弃供养父母 确认书 就这样 OK 表示说 我不会给我钱爸妈的 那在内地就违法的 没有 那香港 不见赡养父母的责任 香港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 父母亲家拿了 去领一些福利 然后你自己还给 那一般来说 就像假离婚一样 一般这个纸 叫确认书 叫做什么 衰宅子 衰宅子 为什么是宅啊 你女儿不用养 是吗 虽然你说子 通常儿子女子女 可以说男女 可是一般是想个男嘛 对吧 这种种种的 对于男性 当然也有对女性 比方说女人离婚 一定是弃妇 被放弃了 你看报纸 一定是弃妇 对 致妇自杀 对不对 贱男什么什么什么 莫名其妙的 那种语言充本 歧视跟暴力 可是往往呢 女性主义运动 因为在头上 大家会起来讲 男人呢 就 好吧 其他方面 你占了优势 那就算 但是你可不可以理解为 是弱者的斗争呢 就像是恐怖分子 对吧 他居于弱势的一方 你说男生 男人 女性啊 女性当然应该斗 很极端呢 因为他确实啊 整个上他觉得 他是被压抑 他是弱势 没有极端呢 喊的声音更大 我觉得口号语言 不过是他极端 才会被流传嘛 我跟你一个定义 我说是那些 不太尊重妇女的男性 这样的这么长的 一个定义会流传吗 只要直男癌 马上报纸上都登了 这只不过心眼球嘛 所以啊 有这个话呀 还真是 反正也没人当回事 但是实际上呢 语言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是有人 有个学者 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就是说 政治的腐败 是从语言的腐败开始的 这个话意思很深 就是你用什么语言 对吧 所以呢 你看我就说这个 人家王蒙老师经常体验 就是关爱妇女的 人家说 我说我们俩应该成立一个 反对妇女污名化的运动 就说 就跟这个一样 就是说圣女啊 甚至包括小三啊 甚至包括鸡啊 就说 这些啊 都是 就是 你 你别以为 我就是当笑话讲讲 可是讲成了通行词之后啊 他就真有了被歧视的内容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说管离婚的叫寡妇 寡妇寡妇寡妇 好 所有都叫寡妇的时候 那么离了婚的女人 确实会觉得 这个词对她一些伤害的 对 对吗 这个是就 那所以反 我就说是交互的 对吧 女的说男的是直男癌 男的说女的是绿茶表 什么人互相 互相都不尊重 还是绿茶表里面的 逼罗村 我听到有人这样说 不是 我说 我已经什么意思 他们什么 人家的个人是绿茶表里面的逼罗村 我听了半天才想了懂 对啊像语言这个非常有影响力 非常重要 我更喜欢一句话是维根斯坦 说语言大师哲学大师说 语言的边界 这是我们世界的边界 除了语言没有什么 就是说你语言到哪里 你用什么字来理解这个东西 理解这个人 那就是你的世界 你就懂了人类简史里那本书讲的吧 你说出来的世界有多大 最后你达到的真实的世界 就有多大 就其实是讲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呢 会在全人类的共同相信和合作之下 变成真的 是我在想一些女人的故事 我体验过 子女癌的现场的气氛 我跟你讲 这种被压抑的感觉 我有一次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是关于就是说 女性与战争的 所以那个会场几乎全是女的 有女的什么国防部长 有女的这个士兵啊 非常高的军官 有这个战地记者什么那些 然后就是那个气氛 你就感觉到了大家那种 就是同仇共开有点 然后呢 有个男的就站起来想提个问题 就特别少男的嘛 就一个男的 然后他站起来说 我想引用一段这个福科的话 他拿出一本书来 然后读半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然后就一个女人带头 大家都一起喊 赶她出去 赶她出去 闭嘴 直接轰出去 就觉得谁讲不清楚 就出去 就那样 就我就说妇女有时候你你还真的 我觉得是反弹 你所谓的这个女权都是反弹 因为受到了这个刺激 但是你现在说女权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主意 就是主张 现在大家说权力平等 其实好多方面 我们的权力其实真的也平等了 什么同工同酬 这些都可以争取 但是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看不见的东西 那个才是负担 就在那个就在那个会上 有个女的就一个记者嘛 他就说他有一次在那个叙利亚 他跟一个有一个男同事 他们就两个记者 然后呢就跟总部 是英国那个sky tv嘛 他们就跟总部做连线 就是观众可以去提问 怪了 所有的观众都问他这个女的说 你不是一个好妈妈 你出来你说你还是怎么办 没有一个观众问那个男的同样的问题 你看他们俩同工同酬 你女的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压力和负担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反正最近这个所谓直男癌 频频受到狙击 各个方面的狙击 你看最近这也是一出 就有个投资人呢 讲女CEO一般不投 结果呢赢得暴翠 然后据说后来他出来解话 他说不投一般的女CEO 你们男人这个直男可塑性很强 我自己组建过一个新闻团队 全是女的 其实我也不想要全是女的 但是第一新闻行业可能女的就多 后来我就发现 你真的是找认真负责的 我真的是觉得女的可选的比较多 后来我请教过一个在就是在联合国做做就做人事的 他他他管很就是上万人啊 他也是个女的 他跟我说 私下里说他说你要寻找这个quality质量呢 一定是找女的 但是呢我也告诉你 你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要男女平衡啊 性别要平衡才搭配工作不累了等等 这还是要难 但我听上去怎么男性像是一种点缀 就像这个投资 他的这个一般的很多理由啊 就是说啊 什么呢 说这个女性生理心理和照顾家庭生育等原因 在创业这件事上比男性要吃亏很多 女性比较适合做副手 如果硬要做一把手的话 他的下属也非常不容易 所以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然后就是说呢 一般都认为这个 这个创业者啊 如果是个女的啊 他比起男创业者呢 缺野心缺格局缺什么 武德天缺野心吗 那你 你看光是用野心 你不用企图心啊 是用野心 雄心 对雄心 因为不能用磁心 你看看啊 没有 那你问我觉得 这个完全似乎在什么样的结构环境来运作 假如是那个很恶直的 很恶劣的 比方说每一个男的主管 或者说管理人员 都是这样相信的话 在现实上面可能是这样 因为女的不管你多有才能 本身受到压迫了嘛 格格不入嘛 没办法沟通 没办法运作嘛 到最后就只能当副手等等 那可是假如你在一个开放的 自在的 平等的 友善的环境里面 女的不可能是只能当副手嘛 女的那个东西 那个好的 本身的才能才能发挥嘛 所以主要就是说 要推动这个女权运动呢 所以意思是说 要改革整个结构 整个环境 不要把女的压抑下来 那而且有一点 我听过 小军军 我的小军军 回应很好的 当年他当记者 应征记者 我带你讲这个故事 对不对 那个地方好像要出差 要派去中东 什么等等的 当时一般都找男的嘛 战地记者 不找女的 那人家就问他 你女的 你有体力吗 据说 小军军就这样回答 是吗 假如只有 只需要跑三个礼拜的 对 体力可能比较重要 难的 我说爆发力 对 爆发力 可是假如在战地记者 当三个月了 不是三个礼拜的 是耐力比较重要 还有能力比较重要 那这个我是有的 其实我是临时编出来的一句 我不知道怎么讲的 就是 所以你因你自己的表现 赢得了世人 女人最重要 现在是我们能够多重任务 就是同时做几件事情 这个是女性特有的一个能力 现在生活当中